橡胶木和橡木的区别 市面上所谓的橡木家具其实大部分都是橡胶木 今天来说一下橡木和橡胶木的区别 1. 产地区别 橡胶木是生产橡胶乳的一种植物 生长在亚热带 橡木广泛分布在北半球广大区域 2. 价值 橡胶木市场价格不贵 木材生长周期短 木材成活率高 一般10年就能成材 橡木则木质坚硬 花纹漂亮 橡木木材的价格是橡胶木价格的3-4倍 3. 材质区别 橡胶木是热带树种 硬度材质纹理性能比橡木相对来说要差一些 橡胶木家具因含糖分多 木质上亦变色 而橡木档次较高 质地坚固 制成品结构牢固 使用您现场